秀林鄉納谷牆即將動功了 為了讓整體設計規劃可以符合當地族人及宗教歷史文化意象 規劃設計師也積極和部落族人來進行溝通 呈現當地特色,也作為未來示範的納谷牆 為了做好明亞丸納谷牆規劃的設計圖的工作 熊鄉公所必先委託許家庸建築事務所進行設計 並且以明亞丸部落族人秀林鄉民代表蔡培活和文蘭村長進行溝通 希望以當地族人的宗教信仰和泰國文化特色的方向 作為修林鄉示範區的理念來進行初步的方向 我們這樣子設計主要就是根據我們修林鄉公所這邊 修林鄉這邊的特色跟居民做充分的溝通 也能夠表達當地的特色 然後融入地方的環境會主要一個設計的方向 那至於說後續的一些相關的細節 都會在跟居民在做充分的溝通 所有的圖騰的顏色造型 都以配合泰國格組的為主 然後在地貌上不做太大的變化 是我們主要的設計方向 修林鄉中網美哥表示 修林鄉明亞丸那股搶新建的經費 也經過代表會的同意 完完全全以專案的方式來處理 修林鄉公所並在管理所事前的行政作業 包括民政課、建設課的事前程序作業都已經完備了 現在只剩下技術上的溝通作業 也將進行9月份的開工新建 希望在今年度施工完成 祝我全向的示範區 來幫我學習的好地方 記得喜歡喜歡我的頻道 教育特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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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特領的